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七卷 第220节写到斯巴达军队与波斯军队 为了争夺列奥尼达的遗体 换战了4次 这样的战斗或许确实存在过 但是为什么这么巧 也是4次呢 其实在题材方面 希罗多德的历史也与河马史事相似 他们都记述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大战 而且希腊人都最终取得胜利 再次在学术手范上 希罗多德很多地方也学习河马 比如河马对奥德修斯历经磨难 反向途中所遇到的那些国家民族风土人情的描写 让人联想起希罗多德历史中的类似章节 只是前者想象的成分更多 但这种风格的类似却明显 但爱德华基本称说 希罗多德的历史有时适合于孩子 有时适合于哲学家 而同时某些场合两者兼得 很多人才教这个说 会讹人们在实际中打击